幼儿园的小朋友用嘹亮歌声唱出动人的排湾童谣曲 还有卢凯族热血教师组成的合唱团等 多组团体参与盛会 在原住民族日30周年当天 族人穿着传统服饰盛装出席 非常的荣幸啊 觉得很高兴 很开心 衣服漂亮的时候 唱歌的时候 心情会跟着很好 所以唱歌会很好听 能够认识自己的文化 认识自己的歌 认识自己的原住民的身份 他们留下来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 还有美丽的歌谣 美丽的鼓谣继续传唱 也让我们大家可以唱自己的歌 小朋友拿着图卡口述原住民族日的由来 30年前的这天 宪法增修条文将山包证明原住民 象征国家归还给原住民族应有的尊严 藉由这个纪念日让大家能够互相包容 互敬互爱 原来这400年当中我们是被不公平的对待 那所以我们藉由这样的分享 要让大家知道 8月1号其实不只是原住民族日 它更应该是全民全国的纪念日 让大家知道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族群 多元共融的一个地方 歌谣对原住民部落来说 是传承文化历史脉络的重要节点 屏东县政府也深入部落收集当地歌谣 主板成册 希望透过传唱让传统古谣绵延不绝传送下去 新唐人亚太电视里监局台湾屏东报道